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台南市隆起区事业废弃物纵合处理中心设置案争议持续延烧,立委王定宇质疑新办的欧星公司迄今未一合作协议条件付款一,14亿给政府,新同国家资产免费奉送,他要求格魁赖清德彻查是否有严重的土利问题。 王定宇也抨击,欧星还没获得开工许可,但每年竟有八位数的人士支出,成立至今已花了一亿两千万元,后来不断增加约聘雇的预算,隆起当地又恰巧出现支持掩埋厂设置案的促进会,涉嫌假造民意。 王定宇与怒批,前行政院长吴敦义与当时担任市长的赖清德都强调没有地方同意,就不会准雨动工,而隆起的八个黎明大会也几乎全数反对设置,如今却出现领欧星薪水的人,举牌支持新建掩埋厂,操作得太离谱。 王定宇指出,2006年时为了这座事业废弃物处理中心退赴会以民股60%,关股40%以土地作价的出资比例,与民间一起成立欧星公司。 2013年,荣耿与欧星签署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,内容是经济部工业局展颜开发许可。 王定宇说,重点是,在工业局同意后,要由欧星支付一。 14亿购入融工持有的持股等于100%出资营运推动该案。 王定宇表示,政府当时都条件满足了,股权已转了,但欧星迄今该给的一。 14亿一毛钱都没有付,之后更增资一。 14亿将退赴会原本40%的股权,稀释道指剩下24。 82%根本就是土地,有必要彻查。 王定宇强调,若民意能用钱操作,那选举也可以买票,尤其欧星没有完成履约。 等于用工坛去做欺压人民的事,他要求退赴会与法务部进行调查,彻底追究责任。 对此,欧星则回应,荣工并非股东,而是一般的合作关系。 该公司相信国家政策投入掩埋场的设置案,目前开发许可仍在,要等整个计划的去留真正底定,才有后续的做法。 欧星也提到,公司从民国95年成立迄今,包含规划设计,加上人事成本与民意沟。 通的花费以这样的开销来维持基本运作并没有不合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